哈喽大家好 我是奥等 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通过安准时来实现 限制国家或者是城市访问你们的网站 创作真的很不容易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支持一下 谢谢你们 OK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你需要先编译安装安准时 并引入GOIP的第三方模块 其实我在很早的视频中就和大家分享过如何编译安装安准时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的链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今天我会带大家再操作一遍 首先需要安装编译环境所需要的依赖软件 我这台主机是Debian CentroOS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或者是笔记 把安装依赖的命令拷贝下来 删贴到终端回撤执行 安装完Bandigi那软件之后 接下来下载解压安准时的原码 以及具有IP2第三方安准时模块 我这里是下载解压到OPT目录下 然后创建安准时的配置目录以及缓存目录 新建用于运行安准时的用户和组 OK把命令拷贝下来 删贴到终端回撤执行 接下来配置你需要编译的安准时配置 首先进入到安准时的原码目录 然后通过Competegram命令配置安准时 我这里是一个样例 具体我就不解释了 详细的解释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关键是最后这里 引入了一个第三方的GUIP模块 OK把命令拷贝下来 删贴到终端回撤执行 配置完之后 你可以通过这条命令查看配置的选项 接下来开始编译安装 下面这里是多线程编译 拷贝其中一条命令 粘贴到终端执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如果没有报错信息 就代表编译安装已经成功了 你也可以使用N准时干V命令查看N准时的版本信息 接下来创建一个N准时的服务文件 然后刷新服务配置 最后启动N准时 查看一下启动的状态 OK没有问题 已经正常运行了 现在你就可以测试一下N准时了 查看一下服务器的IP 把IP拷费下来 打开浏览器 反问服务器的IP 看是否能够正常响应 OK没有问题 那到现在为止N准时的编译安装就完成了 接下来你需要下载GUIP的数据库文件 你需要注册MaxMy 然后下载城市和国家的GUIP数据库文件 我已经注册过了给大家看一下 点击下面的download file 这个是城市的数据库 下面这个是国家的数据库 如果你只需要定位到国家 你也可以不下载城市的数据库 我这里为了演示都提前下载好了 我先把它减压 然后通过SFTP工具上传到服务器 把它存放在ESR Local 按整时MaxMy目录下面 Amen OK上传完了 进入弹幕录里面查看一下 没有问题 接下来需要修改N准时的配置文件 在HTTP配置内添加GUIP的相关配置 这两段分别是引诱国家和城市的GUIP数据库文件 里面是字端的映射 也就是将国家字端里面的ISO code 映射到前面的字端 下面是国家的名称 这里使用的是英文的名称 如果你需要中文名称 EN可以换成EZH-CN 下面也是同理 映射城市字端里面的Nate 获取的是英文名 下面这里是添加了一个黑名单的MAT映射表 意思是将Country code之端映射到BlackLit TNT黑名单之端 默认指是No 如果Country code为CN的话 就设置为Yes 一句话表达就是 将访问网站的中国IP列入黑名单 禁止访问 这里你也可以修改日誌的输出参数 像刚刚的几个变量都输出到日誌文件里面 OK修改一下按准时的配置文件 放在HTTP配置里面 我这里就把日誌中的IP探除了 修改完成之后保存退出 先来通过按准时Country检查配置文件是否有误 OK没有问题 接下来就可以配置你自己网站的Server配置了 首先在Location中添加一个条件判断 如果黑名单字段是Yes 那就返回403 禁止访问 还需要增加ErrorPage的配置 状态码是403 请求的端点是403.html 最后添加403的Location配置 指定403页面所在的目录 Internet代表只允许内部访问 OK再次编辑按准时的配置文件 我就用默认的Server和大家演示 你只需要修改需要区域限制的网站的配置就可以了 增加上官的配置 然后保存退出 再次通过Android ScanT命令检查配置 最后通过Android ScanS readLow刷新配置 OK没有问题 现在所有的配置已经完成了 还需要增加一个403的页面 放到我们刚才配置的403目录里面 我就拿我博客的页面做演示 打开我的博客 现在是没有开启代理的 所以看到的是403的页面 查看圆码 把代码拷贝下来 回到终端 就到刚才配置的静态文件目录 新建个403.html文件 粘贴进去 保存退出 OK现在就可以测试一下了 首先在控制台监控Android时的访问日式输出 回到浏览器 刷新一下页面 现在我是没有开代理的 所以现在已经看到是403的页面了 回到控制台 可以看到日式输出的是40tml 现在我开启代理 再刷新一下网页 可以看到现在就能够正常访问了 再回到终端 这里输出的就是我代理节点所在的国家了 这就代表网站通过安准时的GUIP模块 实现限制国家区域访问已经成功了 OK今天要分讲的内容已经全部讲完 记得帮忙订阅点赞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期待